贊成者十位 反对廖千祥委员提案的请举手八位 赞成者多数我们通过 前一天程序委员会中 蓝白立委以人数优势暂缓的裂案 就是民进党立委沈柏阳提案修正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规范民代到中港澳接触中共党政军时需申报 而恰好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傅昆琦 近期也计划放中 提案遭蓝莹阻拦引发质疑 我们从来没有让大家连报告 都没得报告 蓝白联手 鸭霸重现 但如果真的要有关的余理 不一定要去中国大陆 那这种提案实在是太具有针对性了 提案遭党沈柏阳不满发文 现行法律本来就有针对接触国家机密的人士 到中国必须事先报备 国民党立委不演了 别人去中国要管制 自己去交流就不用这叫双标 而投票当下在场的立委 包括陈玉珍 廖先祥 林思敏 张志伦 民众党则有林国成 有选民就爆料 事后致电张志伦国会办公室 质疑为什么不能讨论 张志伦办公室主任回复 我们有自己的考量 几经争辩后 主任最后呛 既然你说要讨论 我也没必要接受你的意见 随即挂断电话 因为他们心虚 因为他们理亏 因为他们连辩证都不敢 所以只好用挂电话的方式 民进党不要再用一些不死的资讯 抹黑造谣 企图让一些我们很多 台湾赛俩的民众去做误导 张志伦强调是抹黑造谣 却又说不针对个案讨论 来因不止封杀提案惹议 如今个别立委态度 在先议论 三立新闻李维廷 到我们之间小组台报道